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在我们的印象中往往是乘双入对 形影不离 一副恩爱的模样 事实上这种现象只在越冬时期表现得比较明显 这是为什么呢 在江西省的雾园县 有我国目前最大的野生鸳鸯 越冬栖息地鸳鸯湖 要想更细致地观察和了解野生鸳鸯的越冬生活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 因为每年冬季这类都会吸引数以千计的野生鸳鸯 在鸳鸯湖虽然野生鸳鸯的数量很多 但是想要近距离了解它们的习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它们生性激进 所以依靠鸳鸯湖周围浓密的植被做掩护 我们选择好观察地点潜伏下来 以便长时间观察它们的欲冬生活 清晨的鸳鸯湖是宁静的 雾还没有散尽 对于鸳鸯来说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它们从夜晚七夕的树林里飞出来 降落在水面上鸣叫声此起彼伏 进入我们视野的这群鸳鸯 大约有十三四只 羽毛光鲜美丽的是雄性鸳鸯 鹅和头顶的中央呈闪光的绿色 头后长着耸腻的 由棕红色绿色白色所构成的羽观 身体的后半部有一对类似于船帆的精致羽毛 显得华丽而高贵 而这些外表既不鲜艳也不美丽的就是雌性鸳鸯 其实这也是有着一定科学道理的 这母的鸳鸯的话 它整个通体的它是灰褐色 带有那个白色的斑点 它在繁殖期的话 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很好的保护色 主要有利于它带小鸳鸯的时候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 它是在树洞里面 不存在这个天地发泄的问题 它带这个小鸳鸯的时候 它就会有利于它 而雄性鸳鸯 华丽外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 吸引异性 寻求配偶 这也是自然界中 许多鸟类的一个普遍现象 鸳鸯最独特的生活习性 就是雌雄成双入对 形影不离 在我们的观察中 这种习性确实非常的明显 寻找食物 填饱肚子 是它们一天当中的首要任务 草籽 阔叶植物的果实 都是它们非常喜欢的美味 一只雌性鸳鸯走上湖岸 低头觅食 它在进食的过程中 不时地抬头注意着四周 随时会出现的危险 一只雄性鸳鸯跟随其后 一只活动在雌性鸳鸯的周围 更像是一个忠诚的味食 无论是蜜食 还是玩耍兮兮 雌性鸳鸯和雄性鸳鸯 都是形影不离的 当然 像这种更亲密的现象 似乎更能体现出 我们观念中的鸳鸯形象 不过我们观察到 虽然很多鸳鸯乘双入对 亲密无间 但是也有着许多 并没有配偶相伴的雄性鸳鸯 它们往往混迹于鸳鸯的群体中 似乎一直在寻找某些机会 您正收看的是中国地理探奇 一只愣头愣脑的雄性鸳鸯 又想接近一只雌性鸳鸯 却碰到了钉子 另外这雄性鸳鸯 很恼怒地将它赶走了 愣头的鸳鸯想要再次接近 却又遭到了缓迹 这看上去是一场争夺配偶的情动 并且这种现象在鸳鸯群体生活中并不少见 这个季节并非野生鸳鸯的繁殖季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争夺配偶的现象呢 它跃动期就是一个选择配偶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原来的一种感觉 就是它是很忠贞的 就是恩爱爱的 实际上它这个表象 就是体现了它这个跃动期 跃动期它配对过程 很恩爱的 就是一对一对的 甚至另外一个插过来 它会把它赶跑 所以看起来就是恩爱爱的 一看上来就追得紧了 就像谈恋爱的时候 肯定是天天追着它 它跃动期属于成大群 它跃动期就是整个跃动期 就是一个配对的过程 红工程师告诉我们 鸳鸯的繁殖期在每年的四五月份 繁殖之后有半年的非繁殖期 彼此会脱离成双成对的夫妻关系 而过着成群混居的生活 十二月以后一直到来年二三月份 这段时间 他们会再寻觅配偶 又过着半年形影不离的成对生活 原来在月冬期 是鸳鸯寻找配偶的季节 他们一旦顺利地找到配偶 便开始过着形影不离的生活 一直到繁殖结束 看来鸳鸯并非总是成对生活的 它们所谓的成双入对 只不过是某个阶段的生活奇性 不过我们观察到 并不是所有雄性鸳鸯 都能够很快找到自己的配偶 那些体型健壮 羽毛美丽的雄性鸳鸯 会吸引雌性鸳鸯的青睐 很快过上轻轻骨抹的恩爱生活 而有些修行鸳鸯 则有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追求过程了 只属于鸳鸯它选择 也就是那些路缘的 它要看那个公鸳鸯 从各方面就像能一选择 要长得英俊 要体格要权脏 要比较聪明 它就肯定要选择比较好的鸳鸯 它就能够接受它 它就能够配对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鸳鸯每年都会重新选择一次配偶 那么由此我们不难明白 所谓忠贞鸳鸯的说法 只是我们一个美丽的想象 就是像我们这边虽然没有经过长期耕种 就是台湾那个大学 它专门搞了这个银鸯 持续耕种了好几年 真正延续下去的很少 但是重新组合的比较多 生物它只属于有这种习线 它都是跟它自然选择的一个结果 它这样子有利于它这个基因多样性的保存 这些美丽的鸟儿 在这个冬季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配偶 等待着来年春天繁衍生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